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上午天气晴朗 爷爷奶奶带着外私女到公园里溜滑梯 两岁小女生爬上爬下 爷爷一路跟着细心呵护 一听到将来只要接受课程训练 取得保姆结业证书 政府每个月就会补助2000元 社区意愿相当高 要我照顾的时候就会去上 这每个月可以补助2000块 那当然不如小补 因为在面临更专业的一个教导之下 奶奶爷应该有很多的收获 根据统计 目前吴兆保姆以及爷爷奶奶 在家带孙的人数约有12000多人 为了提升专业托育品质 行政院日前核定 扩大保姆托育费用补助计划 受讯对象只要是年满20岁以上 非诱保科系毕业 接受126个小时保姆专业核心课程训练 就可以领友结业证书 由于保姆费与地区不同 收费也不一样 目前都会需保姆费 每个月15000元到18000元 相近地区约1万到12000元 这项计划开办后 未来将0到2岁以下婴幼儿 交给领友结业证书的邻居 或爷爷奶奶类型的保姆 每个月就可以获得2000元的托育补助费用 列州部儿童局表示 近期将尽速发文给县市政府 预计7月就可以开办 初期将有7000到9000人受费 记者沈小青 陈新龙 台报导 来看到这位真的是台湾之光 台中有位清洁工叫做赵文正 虽然钱赚的不多 但是30年来 他总共捐了400万元 被封为是南版的陈述局 结果这次还被富比市选为亚洲行善英雄 赵文正说 生活过得去就好 而多余的呢 就可以给其他需要的人 戴着斗笠 默默在工厂里清理铁屑 尽管衣服被汗水浸湿 赵文正的动作还是相当利落 赶紧完成自己的工作 30多年来他都是像这样 天天到铁工厂里担任清洁工 中午下班之后 他并没有回家休息 反倒是在大街小巷做资源回收 33年来已经捐出累计400万 给社福单位做工艺 我心想要来煮 我没有想 我心想要煮 我心想要煮 天明 天明 我家里面要做 要做生意 扛肥 我如果看人 有时候人感觉 我心想要煮 因为从小家境辛苦 父母养育六名子女 在家经常吃不饱 长大之后决心要照顾弱势 尽管一个月的薪水不多 他也是坚持每个月捐出 四分之三座工艺 甚至捐给消防局一部勤务车 希望可以救更多人 台中市府主动推荐给 富比市杂志 让赵文正入选 富比市亚洲行善英雄 48个人的名单当中 我带日帝 人家做事业家做好的人 人家在我们这一步步 都要辛苦的餐厅 要流汗 不跟出汗 不跟出汗就对了 这我们当地都要流汗 不跟出汗 贪心口是在帮助人 这一步步 同样入围的还有 长荣集团的总裁张荣发 和其美创办人许文龙 以及王平董事长戴胜义 富比市的亚洲行善英雄 其中四个人是台湾人 赵文正谦虚地说 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 没有办法像这几位大老板一样 捐出很多钱 不过尽管辛苦 知道可以帮助更多人 对他来说已经很有意义了 记得林建森 赖士杰 台中报道 又有连驾航空将要进入台湾 这次还是飞热门的台北到东京航线 是由新加坡航空转投资成立的库航 已经向民航局申请到航线了 预计10月份开航 票价算起来大约是7000多块 要去东京看樱花还是寻找美食 10月开始有新的航空公司可以选择了 由新加坡航空100% 转投资成立的廉价航空酷航 10月开始将天天飞台北东京 跟国际航空来回大约1万2000元比起来 廉价航空大约打6折 算起来含税差不多7000块 虽然行李餐饮都要另外付费 但因为航程只有三小时 库航又全面使用破音777200这种大型飞机 旅行业者认为对台北东京航线势必产生影响 带动其他业者也跟着降价 如果它的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 那可能其他航空的降价空间就会大 不过我们预估初期降幅不会太高 最多到一成五左右 不只库航也有其他日本的廉价航空 正在争取明年飞航台北东京 全日空转投资的蜜桃航空 今年也会飞台北大阪 越来越多廉价航空加入台湾的天空 消费者也多了不同的选择 记者林整午郭俊玲台北报道 昨天6月24号是家庭暴力防治日 现代妇女基金会震出来 呼吁大家重视恐怖情人 亲密伴侣的暴力问题 因为根据妇女基金会 针对高中大专学生调查 有15%的学生表示 男女朋友间有过肢体暴力 还有7%的学生遇过性暴力 这个月初 基隆发生一名男子酒后把同居女友肝脏打到破裂 送医后死亡 同样在基隆前几天也发生一名男子怀疑同居人变心 持刀刺伤女友后逃逸 在新竹三天前也发生同居亲密伴侣间的情杀案件 恐怖的危险情人在身边 现代妇女基金会认为 社会上分手暴力 情杀等亲密暴力层出不穷 严重程度不容忽视 我们希望如何宣导注意暴力的警讯 不要陷入爱情的暴力危机 另外也要懂得如何求助 根据现代妇女基金会 针对高中大专学生的调查也发现 有15%的学生表示 男女朋友间曾经发生过肢体暴力 还有7%的学生遇过性暴力 休息爱情学分 除了要学习尊重跟放手 也要学会辨识危险情人 危险情人的特质 第一个 他可能是一个经常会有 具有批判性的反社会人格 那另外他可能喜欢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这个虐待动物跟使用暴力的话 还有酗酒的行为都不应该 6月24号是家庭暴力防治日 为了唤起民众对家庭暴力 更利暴力防治的重视 现代妇女基金会在台北热闹的新义区 布置一间家暴房间 里头的空酒瓶菜刀还有求救的字眼 每张受伤的照片背后都是惊恐的心 还有上百位民众一起排出紫丝带 呼吁更多人加入反家暴的行列 记者许芬子徐气风 特别报道 致会儿 吁个老子 墙子徐气 auster Dennis 李罗